所以他又把资金还有什么很多的投资都投向了民进的 大力扶持民进党 与大陆的互相之间的往来被压制了 并不是完全没有往来 而是压制了 逐渐的倾斜 那国民党出走派是李登辉在国民党内部的主要政敌 除了有自己的选择以外 就刚才讲自己的主观判断 共产党完蛋 我不能向那边去投过的资本 投过资本 共产党一倒台 这些钱全打水漂 借机用忍 咱们忍一忍看一看什么时候倒台 他马上倒台了 咱们再进去抄底 另外这些出走派 就是国民党内部的这些外省人 他也要压制 压制这帮外省人 压制外省人 那就不可能让你到大陆去投资 借机用忍 这会听懂了吧 所以李登辉是要杀死这些外省人 所以你看赵少康这人为什么这么恨李登辉 明白了吗 我当然政治非常黑暗的 我打压你 借机用忍 你忍一忍吧 然后骗赵少康 大陆马上就被颠覆了 大陆马上就颠覆了 颠覆完了咱们再回去 不要着急 借机用忍 忍一忍 忍吧 李登辉死了 大陆都回不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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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